市长谢国良上任后相当关心通勤民众的交通 去年向台铁成功争取109次自强号增停南港站 让民众能便利的前往南港 今年市长谢国良跟立委林佩祥 再向交通部争取到115次自强号增停南港站 将从6月26号起实施 让市民前往南港有更多的便利选择 去年谢市长积极争取 我们7点34分从基隆发车的自强号 能直达列车 然后在南港8点停车 获得我们上班通勤组非常好的一个评价 那今年谢市长积极在争取 从6月26号开始 会从我们基隆市8点14分开车 那到南港市8点44分 到南港一样是通勤的一个快车 来加汇我们市民前往台北通勤的一个好消息 我们自从林佩祥林立伟上任以后 那也在我们立法院一个交通委员会 去协助推动基隆 很多的一个交通重大一个建设 那有关这一次6月26号一个台铁加班 一个南港家庭站 这个也都是获得我们林佩祥林立伟 积极的一个鼎力协助 那后续我们有关相关的一个重大的一个交通 政策以及计划的争取 也会携请我们林佩祥林立伟 多多来支持多多来协助 市府交通处说 115次自强号 基隆站8点14分发车 中途停靠8堵7堵跟系纸 8点44分就到南港 将从6月26号起实施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